请张迪告诉我们 在北京你比较喜欢哪一些艺术区、画廊、设计品店 或者一些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可以推荐给台湾的读者 在北京的话 你可以找到很老的跟很新的两个不同的地方去碰撞的感觉 那么像很新的 你也许会找到一些像纽约ZOHO的后现代的艺术 比如说我比较推荐的像金日美术馆 然后22苹果社区跟对话空间 对话空间是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画廊之一 然后他的 首先画廊老板跟他的主办方 就是法国前驻华大使的夫人 所以他在艺术方面有一个很独特的见解 而且他所收纳的一些艺术家都是当今比较有特色的 譬如像李继开先生 然后像王玉小姐 她也是女法的一个艺术家 她会用一些丙细的涂料 然后跟画布混合在一起 折射出一种像肺壳一样光泽的 而她用这种来表现宝宝的脸颊 女人的轮廓放在家里的感觉真的很好 那也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比较满意的代表作品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我们整个设计是以羊绒为主线 但是羊绒其实给大家一种感觉就是会比较基本款 我们推出了一条很特别的线就是因为金融危机之后 所说的是一件衣服可以变成很多件衣服 这样再不改变我们材质的初衷 然后不改变我们工艺的质地基础上 然后给大家多一些选择 从第一年我们推出的是一衣两穿 是一件衣服可以变成上下款 那么后来我们第二年推出是一衣五穿 到今年我们推出了一衣七穿 我很难说我还能超越这个数字 那你认为北京最美丽的角落有哪些 我自己很喜欢北京的是它的历史感和它的沉积的一种东西 是有很亲情的 它不会说在那种高大厦里面找得到 但是如果你走进胡同 走进那些大闸院 你可以看得到不管是老人的交谈 还是小朋友在门口吵闹 这些都是点点滴的东西融进去 现在整个北京被翻修的已经几乎是面目全非 但是有几个地方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 南城 现在这个名字可能已经取消了 以前叫崇文上武 崇文区跟宣武区 这两个地方是现在仅存的 还有北京印象的地方 游街宣武区 宣武区有一个牛姊 它是最早在田青时候所保留下的 伊斯兰地区 这个地区有丰富的小吃 而且包括当初有很多的御厨 都是落脚在这儿 所以多少你能抓到一些 当年御厨和御膳坊留下的一些点点滴滴 然后当地的 因为它是有一个民族保护政策在里面 所以很多老北京跟老的习惯传统 在那个地区是被保护起来的 它有北京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老怀叔在街上 也有最老的伊斯兰教堂 还有最早的寺庙 道观 小吃店 那边有一家很出名的羊汤 羊汤很浓就像牛奶一样 然后你喝过以后嘴唇都会这样黏黏在一起 还有很好吃的像卷锅 这是满人的食品 是用白薯红枣山芋 而且它只能按季节做 比如说像三月到四月期间 这个东西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吃到 还有像荷叶糕 是用荷叶糯米跟新生水果 在蒸萌里面蒸完了以后 这个蒸萌大概就有这么大 然后呢 师傅就会拿木刀在里面这样一直一直搅 搅到它发出粘稠 然后盖上披肤 厚一下 到第二天再出来的时候 每一块糕切下来以后 切得再薄 你拿在手里的时候 它都会这样掉下去 一直粘起来 然后咬起来很有咬劲 在那还能吃到好吃的暴肚 暴肚的话很出名他们 师傅会讲说叫三 叫三站 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好的暴肚要选好的位置 然后呢 包括这个当牛的时间 然后呢还有进水 进水一站出水一站 小料一站 咬到嘴里的时候是在这里有点脆感 一点腥味没有 可是融下去的时候是棉花感很强的 那你认为在北京发展设计领域 就因为你是做 咱们做这一行的 你觉得北京对于一个设计师 它的优缺点在哪里 它是不是适合设计师在这生存在这生活 北京呢 应该说 它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但是它的起步其实是相对晚一些 所以它的整个市场是并不成熟的 应该说它在设计领域这个市场 只能算是有意识性的起步 但是还没有开始健全 所以对于大家来讲 虽然整个秩序跟它的氛围会相对混乱一些 但是这种混乱呢就像我们 就像一个发展 一个发达国家看一个发展能国家的视角是一样的 在它未成型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发觉出它很多的潜在能量 而且北京好在一点就是 它有很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在里面 它有很强的现在中西方的碰撞在里面 在这方面的话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讲 你可以找到很多第一所需要的灵感 它相对现在的信息量也比较发达 所以也不会出现说信息封锁啊 类似像这样的现象 你继续说 你等一下 它这一只脚你就可以先判掉 然后我会继续问它其他问题 你就确保 我现在很过的 嗯 然后 然后像 市场来讲的话 嗯 北京的消费市场是 比较保守 所以如果是新生的设计师品来想要进驻的话 会相对困难一些 因为它的选择性也很多 但是 好在一点就是 北京的客人属于忠诚性很强的 一旦 一旦产品 能够得到他们的共识 它会整个家庭 甚至整个家族的人 包括它的朋友都来自炮里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嗯 这样我们能够踏实去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那